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知道这事有点不太不太合适 自己做的不是很到位 但是又被别人在公共的场合下问到了 聪明的人会绕一个弯 那不聪明的人脸有点挂不住 我们会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 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那作为听者来讲 作为周围的观众来讲 一听就知道他是什么心理 我相信这对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生活中的这部分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当一个人代表一个国家 代表一个团体 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的时候 甚至代表一个政府 一个政权的时候 他在讲类似话的时候 他就要注意了 问题很简单 他注意的原因就是他代表了这个整个的团体 他讲出来的任何一句话 他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如何去回答 他就是很关键 在开明的社会当中 这样的官员他知道进退 他知道自己和这个团体和这个政府之间的关系 而在一个独裁的体制当中 作为一个人性被扼杀之后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当在公众的场合之下 回答类似问题的时候 就很难 很难 比做儿媳妇难多了 BBC有篇文章 这么说的 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讲的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 但非共产党国家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基本就晕菜了 无论我怎么样能说 怎么知道能表达 当我看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 我晕了 没卖了 完全没卖了 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 这句话是不存在的 而却有人响当当的说出来 所以我紧接着想出另外一个词 叫大智若鱼 这词形容起来是好事 如果咱反过来说 大鱼若智 那就是个傻蛋 怎么想都是个傻蛋 而为什么有些人在自己官位上 坐得很高的官位的这个位置的这么一个人 党的代表 这个国家代表 他能说出大鱼若智的话呢 原因太简单了 那咱就看看 怎么报道 文章讲说 中共驻英国的大使刘晓明 日前接受BBC著名时事分析节目 新闻之夜的主持帕克斯曼的采访时说 不能称中国为共产党国家 这哥们说这话 我查了一下 其实它冒了很大的风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当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当中 都非常明确的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的所属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的执政的党 他今天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共产党国家 哥们 你现在是在英国 你等于是党派到白区的地下工作者 有一天 一旦反了天 一旦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哥们 您吃不了兜着走 这哥们五十六经历过少年时代 经历过文革的时候 有在文革期间 有多少共产党的干部和外交官员 说出类似的话 完全不如这位刘先生说的这么明确的话 但都被打成叛徒 内奸 公贼 踩上一腕之脚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让他做鬼 也得十八层地狱之下 文革的时候就这么说的 这一点不外 这哥们五十六了 经历过文革 今天他敢这么说 这就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 背叛祖国 但是他的身份很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 派到英国的大使 代表着这个国家 说出这番话 文章提到说 主持人向刘大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刘大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却对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做了一番解释 共产党人 见不得人 共产党员不敢说自己是共产党员 什么样的人 不敢说 自己做错事 自己撒谎了 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 就像咱们说 外头 如果说作为外交部所在的 北京朝阳门外 三里屯一带 外头那些卖银的妓女 她不叫妓女 她说自己叫小姐 她不说自己是妓女 你要问她妓女 她打你 是不是这道理 她不能直接说 那为什么响当当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 今天在地球村上最大的政党 在英国 在电视当中 她不敢说自己是共产党员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 在美国 我们起码知道 共产党员跟纳粹分子是化为同类的 当你移民的时候 人家会问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你如果填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你基本就歇菜了 跟纳粹分子是一类的 所以作为这位刘大使 她知道自己如果是个党员的话 就不是这个地球村上一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都不是党员 但是利益所致 自己又无可奈何 所以她就转了个弯 说中国是什么 表现出自己很有文化 很有智慧 就刚才我说的 叫大于弱智 但是呢 我们不评论这个人 这个人是在这个体制之下 无可奈何 文章里接着讲说 刘晓明说 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 但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七千万党员 而中国的人口有十三亿 因此我认为 你不能把中国称为共产党国家 我们可以说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是共产党的国家 没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是无法制裁中国共产党的 任何一个共产党 他握有权力之后 当他利用自己的权力 获得自己利益的时候 当他被党内的不同的势力 在打斗过程中被打败之后 他要先被开除出党 然后再依法制办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权 不错 说中国不是共产党的国家 但是所有的人 你在少年的时候 你必须入先锋队 你在青年的时候 你必须入共青团 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先锋队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今天刘大使睁着俩眼说瞎话 要不然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当时 没有学清楚 要不然 他就是在新闻的采访当中 知道共产党是个见不得人的东西 无论哪一条 他今天回国 如果有一个坚持党性的 比他高的官员 外交部部长 外交部的党委书记 都可以把他制裁掉 所以 希望刘大使能看到 咱们今日脸记的分析 分析完之后 我就不知道刘大使 是不是愿意收回 他刚才说的话 文章还提到说 21世纪中国在世界的决策时 刘大使强调 中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超级的大国 但会维持社会和平繁荣 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句话 已经反过来又验证 这是一个党的国家 因为他可以随意给自己定性 他可以不经过老百姓的同意 不问老百姓一声 你哪么跟老百姓放个想屁 也算你出了个声呢 他连屁都不放 所以我们老百姓被叫做屁民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独裁的体制 可以把人整个 无论他的自以为的素养多高 自以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但是他整个的体制 会把人毁了的 那主持人又问到另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说中国究竟要提倡和推行什么 美国可以说他不惜用战争在世界上推行民主制度 那中国究竟要什么 这问题问得很直接的 这个问题直接问到了今天很多大陆人 在骂美国时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刘大使直接这么讲 中国要促进一个和谐世界 我们认为如果所有国家相互尊重宽容 为共同的利益努力 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强加给别人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的和平繁荣 刘大使非常清楚 什么叫强加于人的那种卑劣性 那种邪恶性 这一番话说的非常清楚 把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强加给别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握有权利的这些当官者 把他们的意志通过中宣部 通过国安局 一手拿着枪 一手拿着宣传的工具 垄断了所有让人们能够知道事情真相的工具 来强加给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胡锦涛在日本说 我为什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呢 是人民选了我 是人民选了我 大家听懂了 你今天是五毛 是八毛 是两毛 是一毛 还是八分 你是什么都成 你今天替党去做吹鼓手 你都没权利 投一张票 你连同意的权利都没有 因为你投票不投票 党已经代表了你 党的意志 党的想法 完全强加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人身上 完全代表了你 但是刘大使说了 那是对人的不尊重 所以我说刘大使悬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